每天從拉筋開始展開訓練生活 練習完之後又是伸展修操 這樣的體操人生聽起來有點枯燥 不過卻是林辰寧從六歲開始的生活 2014年的人穿亞運 她也是中華女子競技體操隊當中 最受到期待的亮點 2010年的廣州亞運 她就入選培訓隊 今年的全中運在全能的項目奪下金牌 也是三年內第二度豐厚 全國體操錦標賽也勇奪金牌 儘管有不錯的實力 但坦言面對亞運的大舞台 真的好緊張 今年像林辰寧 她是目前四個項目 其實都還算比較全能型的 都還不錯 那跳馬是最主要的項目 那我剛剛說高低鋼 她現在是國內高低鋼最好的選手 那其實高低鋼也不輸南韓 我覺得 林辰寧的努力教練都看在眼裡 更笑說除了體重控制 其他都不需要太操心 很大關鍵是只有十八歲的辰寧 想法單純 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 狀況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都做出來 林辰寧擁有出色的爆發力 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練習不斷和教練反覆討論 動作不滿意 自己更要求加練 教練團自信地說 林辰寧在亞運吸取經驗之後 到了二零一七年的臺北 施打運絕對會是臺灣地主奪牌的正點選手 以上是亞運採訪團在韓國人穿坐的採訪報導